小米提中平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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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8月8日的时候在Lazada订了这个小米2 第二代 8月12日的时候已经收到了 我们用了一个月半左右的时间 就很方便很简单只能用哦 没有什么啦只是秤不好了 秤本来就是很简单 上上去就可以秤到嘛对不对 最重要是它可以把你的重的资料可以收藏起来 就是那名义你多多一个Apps叫小米 你就可以把你的体重 曾经两过的体重可以录下来 体重啊BMI那些之类 讲到BMI那类就必须要填写在你的Apps里面填写你的资料 简单的资料就是你的身高 它加码体重过后会量出你的BMI 如果不懂BMI的人 你可以往那去搜索BMI Apps里面其实它下方是有建议你的理想体重 减到那个理想体重哦 当然减肥油而不是减水分 你要往那查如果要如何减肥的话 我是overweight那一种啊 它有一个功能哦是你一只脚上上去就称你的BMI BMI 其实我是很少用的东西 因为 每次赞了过后觉得会跌倒这样子的就不赞哦 可能是以平衡不是很好啊 最重要是它称是很安静的 所以现在我尝试用其它一样哦 它最低是100g 所以我放这个看 真的是100g 可以没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是拿GEM的 这个是一块 我试看一下在这个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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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致上我用了这个 我觉得是蛮OK的 因为它多了一个功能就是说 我有穿了小米的鼠标 我就买了它 最重要 它够美观 它的曲线又做得很美 是没有做过研究的 只是说我要买一个称 结果看了它 就 差了小米 它就跑出来这个 我就直接定下来 因为它的价钱 在以46元 加买Korea 到来这49元块半 我觉得是适合的 我就买下来 过后我才知道小米还有一个称 是可以量Ball Effect的 那一侧称我没有买 只要量的体重过后 下一步的目标是要把你的体重 而剪下来 大致上是这样子 没有其他的东西要讲 是对于我 是很满力这个称 因为它没关 导致我满力 它的价钱也OK 这个其实是蛮美的 蛮喜欢的